绝对不会采取民进党 这种拿刺刀去刺对岸的 这样一个做法 借着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换取自己的政治选票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呼吁民进党不要用制造两岸对立 来换取选票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更是大批蔡政府主张的反渗透法 由您正式指派 我到APEC去开会 而且去开会 我跟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 有交流 我今天自首 我算不算 我是渗透法将来 要处置的对象 先向总统蔡英文自首 接着话锋一转 提醒总统蔡英文 可能会成为教唆犯 不过蔡总统 可能你也会被连累到 因为你是教唆犯 面对反渗透法不严谨的质疑 蔡总统这么回应 从前你到APEC去 是受我委托 去跟各国的领袖 相互的往来 你这一次到APEC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情侣去 所以不用担心 反渗透法不会用在你身上 反渗透法意外成为 政见发表会的焦点 蔡政府是为了国家安定 还是选举操弄 全台百姓都在看 记者张朝城王一仲 台北报道 这一切都是